一包包的白米 每包重2.5公斤 这些白米来自中华民国会计师工会 台湾省会计师工会等单位 以白米作为关怀弱势 宋爱传递温暖的方式 与立委江永昌合作 要将这些白米送给有需要的家庭 那所有会计师都非常热心 然后每年在这寒冬的时候 除了他自己工作很努力 今天1月15号大家报音乐税 可是大家还是很热心的来做 这个寒冬送暖活动 然后每年都有几万包的白米 捐书到各弱势族群的手上 那其实很感谢会计师工会 他们是持久 这样子不断 都是一直这样的一个办下去 所以这爱心是没有间断的 这几天寒流连续一波波 天气冷就怕弱势人家 连份温饱的三餐都会有问题 平时忙于工作的会计师们 所以末年终之际 联合大家的力量 准备1200包白米 将会在寒假前送到 总和区各国小 透过校方把爱传出去 就是我们把爱心 送到需要的人手上 所以在一个名单名额的确认上面 是透过我们有的数据资料之后 去确认之后 跟小朋友也确认说 他们有这个需求 那我们在进行相关的一个 媒合跟一个通知 代表受证的锦和国小校长李高才表示 一粒米百滴汉 农民辛苦重到一点一滴得来不易 非常感谢江武昌委员及会计师工会 对于学子的协助 让辛苦的家庭都能够在过年前 得到一份实质又温暖的关怀礼物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